劉王暗道的手遊應該在等暗黑破壞神手遊宣布 他才要宣布 假如說暗黑破壞神宣布他的手遊要在10月份推出 然後劉王暗道就會說那他要在9月15號推出 他就跟當時的柯文哲還有郭台銘在比誰要表態的時間點是一樣的啊 就是在等一個人表態啊 不是等一個人咖啡 是等一個人表態 這就是他們現在為什麼劉王暗道的手遊一直沒有推出的原因 大概是這樣子啦 可想而知啦 他在等一方先宣布啦 就是這麼無恥喔 跟柯文哲還有貨台銘是一樣的 所以不用太意外 這就是所謂的商場策略 OK